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极端气候肆虐全球现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地球升温已经达到了摄氏1.1度 而且要在这个世纪末 想要控制升温不超过1.5度的理想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了 不少的学者也认为 全球暖化这四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现状 应该要叫全球炙热化 199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Z世代 将会是面临全球暖化最严重的时代 事无前例的热浪 城市泡水跟越来越频繁的龙卷风灾情 都凸显出全球暖化的迫切危机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发布最新报告 跟公演革命相比 现在地球升温已经达到摄氏1.1度 而在世纪末则是要控制升温不能超过1.5度 等于只剩下0.4度的空间 因为众多科学家认为 当地球温度升高超过1.5度C 面临到的治灾性洪水干旱 都会让人类难以应对 我们地球最可以接受最差最差 不能超过1.5度 这种自热化对于极端气候 造成生活上面的危机 已经在台湾已经发生了 特别是我们马上进入夏天 会一下子会越来越热 暴雨会频传 如果未来台风越来越强 这个对我们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 不少学者也认为全球暖化这四个字 已经不足以形容现状 应该改叫全球炙热化 像是1990年中后期出生的Z世代 将是人类面临全球最严重暖化的世代 还有防灾学系傅教授市井 特别是全球住在高脆弱地区的人 更为因为水灾干旱风暴等极端气候 而死亡的几率会高出一般地区15倍 比较低度开发中的国家 基础建设相对是比较差 它面对气候变迁 对他们造成人民的伤亡 可能是会越来越严峻 当过这集就是得让减碳力道再加重 实现净零排放才能缓解气候冲击 带来的难题 记者会听音乐 Band破斗